錄影小戰 誒 念錯了 漏影小戰 我們要去哪裡啊 我今天要帶你來面裝備錄影 面裝備 我們什麼都沒有帶 連帳篷都沒有帶 怎麼錄影啊 這裡就是面裝備網美錄影區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旁邊就是一個錄影店 這邊完全是風格化的錄影用品店 所以我們今天 如果臉皮厚一點 就跟老闆說 老闆我想要適用你的科技面帳篷 然後你這組桌子 我也得試用看看對不對 你這組鍋子 爐子 爐架 我都得試用看看 你們冰箱裡面食材 我也試用看看 你什麼都不用帶 直接來這邊錄影就好了 度過一個愉快 並且免費的晚上 那這麼厲害的錄影店 它叫什麼名字咧 你想知道叫什麼名字 我們廣告之後 來告訴你它叫什麼名字 沒錯 廢材俱樂部獨家具現 預購限量T恤 我就廢 左邊是沙色 右邊是黑色 兩個是殺屌 我就廢限量T恤 採取預購型態 有一件組 也有兩件組 如果你想要贊助本頻道 持續發展 不需要按下抖那一件 你只需要跟我們購買 我就廢T恤 到營區的時候 可以享受我就 單獨一個廢的時光啊 趕快到下方說明欄 填寫表單 申請預購 掰掰 這樣子的味道 好啦 你想知道叫什麼名字 我們就走 帶你去看 走 帶你去看 喂 露營小站 誒 念錯了 露營小站 野外什麼粗 野外露粗 對嘛 露營小站 它的since 就是從2005年 就開始經營露營裝備 這間露營小站 是位於嘉義的大陵鎮 這邊真的可以露營 廁所營地都有 連木材這邊都幫你準備好 隨便你燒的嗎 你可以看老闆說我要試用個 20公斤的工藥嗎 那才也可以試燒嗎 買2公斤 試燒20公斤 這個交易是怎麼挺划算的啊 是不是要買2公斤也是可以啦 搞不好你買個1公斤就可以了 好我們逛一下裡面錄影用名店 工作不工作一直在耍廢 沒有我就是在做工作 你就是在耍廢 這一居的露營桌這厲害的 這什麼厲害 這單選桌 這10年前就已經在用這個了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一張 穩到我有點瞠目結舌 唉唷 菜 啊真的 DAN It's easy 這一張露營桌 穩到我想推它 都有點問題 而且這還不打緊 它的承重堪稱150公斤 你信不信 我不信啊這種蛋捲桌 怎麼可能承重150公斤啊 唉唷 還坐上去 那你可以躺上去嗎 一般的桌子寬度是有限的對不對 現在桌子你就幫它後製 我那時候 不用擔心 你已經沒邊沒聽 腳也要出在 樓院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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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除了承重沒有問題 這張桌子寬度到61公分 而且重點是它其實 你要輕它有鋁合金材質 你要重一點有風格一點 它有木紋桌板的材質 喔它有實木的喔 可以選配 可是這種L型的戶外桌 沒有個萬把塊應該買不到吧 如果是這種L型的蛋捲桌 七千九百九十九 八千有找 那如果是實木的一定是破萬啊 也不用 一萬有找找五百 這個很難搭吧 這個是coody的充氣帳篷 所以一充就搞定嗎 只要一充就搞定 說到充氣帳 我一定買挪克的啊 挪克跟coody是能比嗎 可是coody其實我們在市面上很少聽說 韓國的啊 也是韓國知名設計師 它是聯名款啊 跟韓豬沃一起設計 跟韓豬沃 韓豬沃 高度220 所以你幾公分 號稱180 而且它的特色是裡面呢 它還有關心窗 講這麼多重點多少錢呢 價格不優惠 我還是會選挪克啊 等一下為什麼你可以坐在那邊 沒有你的市的樣子 這一筆只要賣你兩萬四千九 還是TC科技棉便宜吧 但我跟你講充氣帳我最擔心的就是 會不會有一天氣柱壞掉 這頂帳篷就爆銷 欸不用擔心 露營小站是特約的經銷商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的氣柱是 中升百度 中起來的話 重量大概在25公斤中 還有這麼重啊 那會不會氣柱沒有漏氣 但是你要搬下來在妹子前面你漏氣 搬起來就散氣了 散氣也是有可能發生啊 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還得在前面再搭設一個適合的天幕 如果你有這個需求的話 我們可以看那一頂 這一頂呢 是COODIE的13.68 自動充氣帳篷 它是1DK的狀態 充氣帳 老實講還是很方便 就重而已嗎 重就是一個大的問題 你拖的就好 這頂只有一房的是25公斤 這頂是一房一廳 等於你也可以把它簡稱為兩房嘛 沒有錯 所以它應該要一倍的重量 這一頂大概也要四十幾公斤要喔 所以這個要搬真的是要兩個人 科技棉 你為了要它摸起來的觸感跟質感 花一點力氣 流一點汗是值得的 尤其是你在裡面流的汗 不會比外面少啊對不對 我就問你 你覺得這個質感好不好 質感好啊 那你去搬過來 45公斤沒有人在用搬的啦 你一定會準備一個露營小推車 一拖到位 一進來科技棉是不是很透氣 我能不能先問一個問題 你們為什麼要坐這 腳有點痠 那我也坐下好了 哈哈哈哈 有在路的朋友 真的可以考慮 COODIE的1DK充氣帳篷 這一頂是四萬五千塊 韓國開的窗戶是多的 連柴爐的通氣孔都有 它基本上是八面採光 隧道帳的最邊邊啊 是犧牲掉的空間 但是三屋形 你最邊邊 都還有可以完整的使用到 桌室有多大 可不可以睡四個人 這個空間可以放得下兩頂雙人床面 我有看到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書封管都幫你設計好了 像這種炎炎夏日 透氣之外 外面放一台冷氣 裡面冷風吹出來 熱風衝出去 推不推薦 讚 我要買 哈哈哈哈 錄音小戰選的東西都是很極致的 它有最穩的桌子 也有最不穩的桌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我們自己的朋友 沒有沒有 容我解釋一下 最穩的好處是很穩 壞處就是它超級大 而且也蠻重的 那最不穩的好處在於說 它雖然不穩 但是它收納超級小 每一個零件都可以拆卸 而且質感很好 這很適合風格露營 跟機車露營的愛好朋友們 因為offline的老闆家裡是坐腳踏車的 那腳踏車很多都是零件組裝結構 它從折疊腳踏車延伸出 這個offline的錄音桌 所以每一個零件都可以做拆卸 那可以做拆卸結構多 你要它穩有點強人所難 但是就是因為它有點不穩 所以它才那麼輕 那麼好攜帶 你的意思是說輕就等於不穩 這樣講是不是有點不對 是反過來講好 因為它很輕便 所以當然沒有辦法像很厚重的一樣文 這樣講會不會好一點 好像差不多 我們要不要再來一碗 這一次的木紋飾板 它的設計就真的是很漂亮 包含文字的鋼刻 然後包含鐵劍的收編 offline在一般露營用品店 其實不容易 可以了 offline 走開 offline在一般露營店 其實不 offline在露營店 offline在露營店 offline 靠要 offline這間露營店 其實不容易看到 offline跟露營小站有簽約 請問一下收起來是這樣子嗎 唉唷 看露營用品看多 開始有一點設計師 是不是 這一個空間 像不像一個銀釘袋 這比銀釘袋還小了吧 對啊 這已經是工具像的 那如果你剛剛帶那一組行軍床 那不是行軍床 那一個實際上桌子 至少是這一個空間的 補貝也跑不掉 很小一個耶 來有人去示範45公斤了 要不然你試試看這個比例 45公斤的啊 我們示範一個人 可以搬45公斤的帳篷之外 我們來看GoPro可以錄多久 槓器 好喔 欸搬好 充氣的帳篷有一個好處啊 當你就定位之後 它一切都變成 It's easy 提醒閣下一下 我們現在在講offline的露營座 你為什麼要講到充氣帳篷去 我只是想看到到底有多重 其實真的蠻重的 你在露營用品店 有沒有看過卡式瓦斯關 看過啊 那你有沒有看過 傳統瓦斯桶 這不是瓦斯桶才有的嗎 沒錯 你講到重點了 這個是幾公升的啊 這個是2公升 現在瓦斯桶 基本起跳都是給你5公斤裝的 5公斤太大了 變成你要佔一個很大的空間 像我們之前有介紹的California 你車上要洗澡 或者車上要噴調 就是得靠這種瓦斯桶 你的家庭人口眾多 你用那個卡式瓦斯桶在那邊慢慢做 不是頭路嗎 跟我來 GoPro快速爐 快速爐啊 你可以直接做的快炒 欸 它這個快速爐好像比外面賣的再小一點點 欸 這個就是會議牌專門研發出來 讓人家露營使用的快速爐 喔 難怪它的體積比較小 我跟你講 它這體積跟你的鹽谷大小有什麼差別嗎 來 我們看一下 上面就有鹽谷 而且這還是新的喔 露營小站賣的東西 其實都是有設計過的 派了那麼多露營店 從來沒有看過 有人有賣這個 重點是這個快速爐貴不貴 1300元而已 出外去露營的時候 使用的砧板都有一個困難 你們的身體其實有很大的負擔 砧板不外乎就是兩種嘛 一種是木質砧板或竹製的嘛 你在露營的時候 通常它濕掉你很難再把它晾乾 是不是很容易就會發霉 喔因為木頭會鋼醉 對嘛 所以你下次基本上蛋白質補充含量就會非常高 因為你在吃黴菌 第二種就是塑料的 它都會告訴你那些塑料是安全的塑料 我就請教什麼叫安全的塑料 基本上那些塑料微粒都被你吞進去 那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什麼 泰沾板耶 沒錯 其實用白鐵好像也可以 這是不風格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泰的特性 第一個不沾味道 抗菌對不對 對 再來就是它的厚實度跟硬度是夠的 再來我再告訴你 我研發一個新的用法 哎唷 假設我今天要做牛排 或者我要做火焰骰子牛 我是不是切好以後 整個放上去風火台烤就好 欸對耶 變鐵板燒耶 它是不是就是鐵板燒 好聰明喔 它是不是燒完 還有一個藍藍的 彩虹圈的風格出來 我們看一下凱絲它也出了兩個size 這是更厚的 1790元 比較薄的這種 1080 我跟你講凱絲還有出一個最小型的 小的砧板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防彈的設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都是焚火台耶 人家在講焚火台這種風格的東西 你拿一個小鐵片是幹什麼東西啊 這個該不會也是凱絲出的砧板 這種明片型攜帶方便 當它有幾十片的時候 它就可以解決你帶粉火台 帶這一種巨無霸 你紀錄怎麼帶 你很困難吧 對不對 你帶這一個來 單人露營 小小的粉火台把它卡上去 你要擺個鍋子煮泡麵都沒問題 重點它是一壺 這種鏤空的工藝摸下去 完全不割捨 它這個小龜小 火星掉下去 你也不用擔心 燒掉了你的小餐桌錄影桌 而且收納就這麼小啊 黑花水 各位觀眾 吳之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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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不是以為我要介紹梅花營柱 梅花營柱 大家都認識了 這不用再多介紹 我今天要介紹梅花營柱的多種用品 你自己看一下誰出品的 這老牌子的暴露廣 暴露廣 暴露廣出品的營柱影子桌 那很難用吧 怎麼會很難用 組裝超簡單 先來看一下我們怎麼使用它 如果我要使用站姿使用 就是有點像是人家在歐式庭園 那種站著的雞尾酒 你需要一個小邊桌嘛對不對 拆掉這一劑 唉唷 你確定喔 你放上去 你是酒的 我是不是 你是酒的嗎 我現在講的是 如果姚敏去錄影的時候 它是不是要在這個高度 我覺得你不是在做小邊桌 你是在做鳥巢 鳥巢才擺那麼高 280公分的營柱 如果你是要站立 參加個雞尾酒會 這個高度還是太高對不對 但是這邊 它其實結構是頂住這個調節扣的 所以當你調節扣往下的時候 每降一格高度就會往下降 如果你的身高是大概在170公分 你把它調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很臭的來配飲料站也是 你想要是一個坐姿的狀態 把它直接降到這裡 是不是剛好這高度 是你坐姿的時候 可以放一個啤酒 如果你手邊剛好有一支Golio的話 這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唉唷 岩絲何縫 欸 你不要拍全身 我要拍那個 幹 特寫很帥 這樣看起來很誠 這一支呢 是拓信良品 2024年最新單品 三用焚火柴 沒有沒有三用 這一看起來就只有一用 就是慘貓屎用的啊 欸 它可以慘 它可以 又一個 又一個 又一個老闆 這個 這個要轉 這個要轉 轉鬆吧 卡卡俱樂部 你先這樣 來 你看一下 這是它的外裝 因為這個實在是轉太行了 我們直接拆一個新的 你該不會連紙箱都拿不出來吧 沒有啦 唉唷 有一個收納袋欸 唉唷 然後收納袋有些哪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根吸管 不知道它幹嘛用的 先放旁邊 吹火棒 然後 這就是剛剛那個毯子 然後 打開 裡面就是它的 焚火夾 夾你這個熱熱的木炭 那當你很多灰燼要除掉怎麼辦呢 把這一根拔下來 然後把附給你的這個鏟頭 組裝上去 然後它就會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哇 你的魔術又進步了 我知道了 那個拓信老闆娘 你們家裡是做鐵工工具的對不對 對啊 你在這邊應該要 磕一個隱蟲 隱蟲 後面這個把手呢 其實是有功能的 唉唷 這個厲害了喔 剛剛附給你這一支吸管 轉上去 羅賴靶 它就變成了一支 對 羅賴靶 不是 它到底是什麼 吹火棒 這個有點厲害喔 如果說你在南非看到一支場景 都想要把它帶回家的時候 你就把它拿出來 那是吹箭 那不是吹火棒 那是吹箭是不是 而且等一下 你剛剛說這一組 一共幾用 三用嗎 我跟你講絕對不只 如果說我們現在在開車 比方說以前上回的時候 就沒了 車子開一下 聽這麼音樂的嘛 在A出位置 往上拉出去 就可以當你車用電線 是不是又多移用了 如果你在戶外 想要享受一場音樂盛宴 它可以當交響樂的指揮棒 哇靠 這也可想得到啊 是不是 該不會還有其他用法吧 你把它縮短以後 你就可以說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開小鈴鐺 並且 分享給朋友 掰掰 誰放槍 我就問 誰放槍 你才放槍 你才放槍 哈哈哈 你現在就這樣 你怎麼回事 你走 你就會轉 你去找吧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我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